飛冠徐大軍遺體被臺上救護車 國軍列隊敬禮 送他最後一程 任務結束一路好走 空軍心理衛生中心陪同家屬 重回現場 媽媽神情憔悴 走路還須旁人搶扶 仍舊無法接受喪子二號 畢業經驗冊裡的照片 總是喜歡擺出特殊 pose 個性活潑開朗 是班上的開心果 在導師記憶中 是個很有想法的好學生 4月16號剛過完 二十三歲生日 父親在臉書寫下哥哥生日快樂 飛翔天際 徐大軍空軍官校一百一十年 班畢業 總飛行時數一百一十六小時 A-T3飛行時數二十四小時 第二次單飛就發生意外 徐大軍的父親擔任導演 自己開了影視公司就取名叫做大軍 不難看出父子間的濃厚情感 家門口還插著國旗 看得出家人全都以他為榮 立志投身軍旅 保家衛國 還沒翱翔天際 大展身手 年輕生命就在訓練中不幸遇落 金西文 許志成 妍凱旭採訪報導